所以鍾柏兄還有哪一些奇奇怪怪的間諜道具 我還記不記得《羅馬假期》 哇 這部老片 浪漫的電影啊 對 劇中的這個飾演記者的這位老牌演員 他為了要拍飾演公主的澳大利赫本 他的肖像機演示成什麼 打火機 你看看 四五十年前就有這樣子的配備了 來 我跟各位講一下 在007電影當中 你看到James Bond所用的這些東西 在現實生活中都果然有 來 我們先來看鍾空打火機 這個打火機呢 就是我剛才電影中提到的 這個James Bond曾經用過 叫Romson這個牌子 不是Dupont 是Romson 你連牌子都知道 對 Romson這個牌子 結果發現說 這個情報員裡頭呢 這個打火機放了一個密碼的紙本 很小 它是用什麼硝酸纖維製造的 然後呢 你進入了這樣的一個化學藥劑 叫做氧化星之後 一點火你就可以把它給燒了 就可以把它給燒了 你可以先看 也可以再輕鬆把它給燒掉 再來 這個就很 這個就說真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三小路用 為什麼 它是怕間諜迷路 分不清東南西北 傻傻分不清水 那這間諜感覺也滿遜的 這個時候你就把身上兩顆釦子 拔下來 兩顆釦子一組成 合為一 就會變成指南針 這個我想借你可能對你來說 就沒那麼大氣 這個可不可愛啊 可不可愛 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Martini這個酒裡頭呢 有一顆橄欖 女間諜 你在喝這個酒 對不對 然後裡面放一顆橄欖 它是來擦根牙籤 這個東西是一個接收器 牙籤就是天線啊 而且它的輻射範圍竟然可以高達30尺 你跟我講話 我比方說我就是 可能你就是獨銷派來的女間諜 我就是墨西哥總統 我告訴你 我將來要怎麼打獨銷什麼 你全部都傳出去了 這個 英國的大使館 英國駐外的大使館 他為了要竊取 要竊聽那個國家的一些機密資料 他就直接放一顆石頭 放在他自己的大使館 這個石頭竟然就是一個竊聽器 你知道嗎 這個掩飾 用石頭來做掩飾 錢包相機扣 外表相錢包不易辨認 那其實他就相機 不過我認為這連羅馬駕駛那個都還不夠 不夠看 因為羅馬駕駛那個 用成打火機那個更小 這就是007在用的 所以在007裡面 我們感覺可能是人家在寫劇本 在那邊發夢 有的這個那個這樣一大堆 但是呢 這個勇華兄 其實這些都是真的 還有一個專門的單位 專職在幫他們發夢 其實CIA也好 KGB也好 他們的的確確是有一個叫做技術小組 這種技術小組是一天到晚 是幫他們想盡各種方式 那你好比說那你去暗殺一個人 那這個人如果說你要造成他意外死亡的話 他會在你家的電燈炮那個注入一個 一個叫做氫氧化物氫氣的氫氧化物的液體放在那邊 可是你電燈一打開的時候 就啪馬上爆炸 然後在裡面裝的裝的炸藥 希望他一衝著砰就把它炸死 這樣都死不了命 這樣結果到1985年的時候還是哪一年 卡司徒戒菸了 他就沒辦法了 然後找他的情婦 美人氣的 對說趁他睡覺的時候在他嘴唇上去塗一個毒膏 毒的膏 然後讓卡司徒舌頭一舔就死掉了 結果卡司徒啊 他好像知道他有這個 把他的手槍交給這個女的說 你要嘛就打死我 結果女的下不了手自己投手 啊還有什麼什麼皮鞋裡面也可以藏刀子啊 對皮鞋那個那個都小K的出來 這不大K